安全最新消息先带您掌握针对的是毒淀粉事件呢 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抽查结果 文明全台的三兄弟豆花他们所贩售的珍珠粉圆 用到了有问题的番薯粉 另外许多夜市小吃的台湾传统美食 米粉汤所使用的再来米粉也被验出了有顺丁锡二酸 这样事件的爆发呢 民众说想要安心吃美食好像越来越难了 下班时间到知名的三兄弟豆花顾客好多 将Q弹檐的珍珠粉圆摆上桌让人看了好心动 但卫生局却发现这一颗颗珍珠粉圆用的原料 含有过量的顺丁锡二酸 疑似出问题的就是这款番薯粉 三兄弟豆花向上游业者进货拿来做珍珠粉圆 现在产品出包业者忙着澄清 所以我们自己在送业一次 送业也是合格的 所以我不知道说今天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拿出检验报告背书产品哪里出问题 不但业者无奈民众更想问 因为毒淀粉烧进连锁豆花店不是第一次 除了三兄弟豆花黑面菜小南门等知名品牌 陆续重见落马 有问题的还不止粉源而已 很多民众爱吃的米粉汤现在也受波及 因为新北市卫生局最新抽查 结果发现除了问题番薯粉流进饮料店豆花店 问题再来米粉也被做成米粉汤和米粉产品 流向各大夜市小吃摊 民众吃了多少下肚 没人有答案 我也要提告 我要他悲惨 就这样子啊 同样有检验报告挂保证 产品照样出包 毒淀粉产品连环报 业者忙撇清 消费者如何吃的安心